樂樂老師原本就任職花蓮縣某國小代理教師 今年上學期結束時 就知道下學期會再被聘用 但他卻只有學校的人士通知 沒有任何書面核定函 而且八月份的薪資到現在都還沒有領到 像樂樂老師一樣 沒領到八月薪資的代理教師 在花蓮共有十多位 共同向時代力量澄清後 到縣府門口召開記者會 縣府解釋 這是因為每間學校在核定代理教師 任聘資格時都需要時間 不過縣府的說法曾經代理教師無法接受 認為不管是續聘還是新聘 行政作業應該有個期限 今年一百一四二年是第一年開始八月有幾薪的部分 能理解就是華蓮教育處在作業上的部分有稍微的不熟悉 所以因此延遲但今天已經八月中了 我相信應該要及早給薪 根據縣府資料 花蓮縣國中小學目前代理教師共有餘兩百位 依照教育部修正法令 從今年八月開始均可以領到完整十二月薪資 但薪水必須依照聘任日行核定後才能發放 原事新聞綜合報導